他挤猪的鼻子、狗的爪子、狐狸的尾巴和兔子的眼睛于一身。 他明明长着一双老鼠的耳朵,却拥有猫的身体。 他从哪里来?他究竟是谁?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六不相之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现在大屏幕上看到的这个东像,在传说当中,风神榜里,它是江子牙的坐骑。 那是什么呢?就是四不相。 有人说它这个脚像鹿,脸像马蹄子像牛,尾巴像驴。 其实四不相是人们给它起的一个魂名,真名应该是叫做麋鹿。 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被人称之为是六不相的动物。 你看麋鹿长得就已经挺奇怪的了,被人称之为是四不相。 这六不相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是江西省宜春市动物园。 园里的动物们都在自己的笼中活动着,接受游客们的观赏。 然而,有一只动物却很特别,大白天的却一直在睡觉,投尾全成一团,对于游客们的吆喝声不管不过。 这就是那只传说中的六不相。 白天它不好动,它主要是晚上,到傍晚时分呢,它就是活动的比较多嘛。 白天七夫都在睡觉。 听到有人进龙,小东西一下子惊醒了过来,一副很景低的样子,却并没有叫。 小东西一身淡黄色的毛,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看上去很像狐狸。 但一副尖尖的耳朵,又类似老鼠。 小爪子有五指,看上去很像狗的爪子。 一只鼻子又像是猪的鼻子,最特别的是一双眼睛,像极了透明玻璃球,生气时还会变成红色,像兔子眼睛。 这到底是个什么动物呢? 又有点像狐狸啊,又有点像老鼠,猫,不知道像什么。 看起来像个老鼠。 眼睛还会变色,觉得在前面看起来有些时候比较金黄色的那种闪闪的,而有些时候又那种红色,粉红色。 主要它的特点就是这个眼睛比较有点特色,它就是白天看上去都发亮,晚上啊,就稍微有点光线,它都是很亮的,它亮的眼睛。 那么,这小家伙儿究竟是什么,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事还得从2000年的一天开始说起。 那天,家住宜春市铜骨县的农民老吴,正在山上砍镯子。 突然,不远处的一个草丛里,有个东西吸引了它的注意。 眼睛还是正亮。 我一看,那动物好像是活的,我就把它带回家里。 回到家,老吴发现,这并不是他平日里在山里能常见到的动物。 我在山里看过的动物很多。 但是我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动物,我就是认为这个东西很稀奇,让我沙拉吃了,也不敢。 思来想去,老吴决定,把这一消息报告给铜骨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站。 野保站的工作人员和县电视台的记者,立即看到了老吴家。 我发现了一种,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动物,领导也好重视,就拍到模样,到山里面那个农户家里去,去看一下,去了解一下。 这东西呢,大概就是那个,那么,大概就七八寸长吧。 那抱过来的时候,他也不动,挺安静的,就睡在那边,一个的纸箱子里头。 曾站长对这一代野生动物,应该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的。 然而,此刻眼前的这只小动物,却是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的。 村里的一些老猎户,在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也纷纷到老吴家,来看个究竟。 他们讲,一个不像猪,二个不像狐狸,再不像什么其他见过的动物。 大家错一块呢,就是越看这个吧,就越稀奇。 有人说,你看没,他这个鼻子长得很像猪,但他不是猪。 你看他这个脸型吧,多多少少感觉有点像狐狸,这个意思又不是狐狸。 尾巴很长,这点有点像狐狸,但是狐狸尾巴好像比他要粗很多。 这个耳朵有点像老鼠,生起起来那个眼睛有点像兔子,红彤彤的。 反正啊,大家伙是七嘴八舌,但是呢,没一个人认识这东西的。 要说啊,无论是这些老猎户,还是县利野保站的工作人员, 常年在子弟生活见过的野生动物有很多,怎么偏偏就认不出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随后,小家伙被送到了宜春市林野局野生动物保护站。 站里的领导和动物园一商量,就为小家伙在这里安了个家。 然而,这对于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来说,却是个大难题。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大家甚至不知道该拿什么食物喂这个小家伙。 他到底吃什么呢? 当时我们也就是,也不知道,也没个底,当时就是用这些食物啊,就是引诱他嘛,看他吃哪些东西嘛,给些那个猪鹿啊,这些东西啊,给他吃。 最后啊,又试了一下,看一下吃不吃鱼,但鱼类他也吃,也喜欢吃。 其他东西,有时候水果也吃一点,它的汁也比较杂。 慢慢的,大家发现,小家伙最爱吃瘦肉,有时也吃些鱼和苹果。 小家伙的到来,让这个原本还比较安静的小动物园,立即就变得热闹了起来。 市民们纷纷跑到动物园里,来看这个小家伙。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猜测着,小家伙到底是什么。 哎,看到鼻子有点像猪的鼻子,我也感觉像猪的鼻子。 它形象看来是像狐狸,毛色特别金黄的,毛色特别好看。 肯定是狐狸,我就不知道什么狐狐,它有好多种族。 不知道什么,是个狐狸。 狐狸会吃水果吗? 狐狸啊,那我就不先吃。 你看它也吃鱼。 一时间,众说分云,意见不统一。 但大多数人都提到了一种动物,狐狸。 很多游客也是以为这个就是狐狸,狐狸说这个是狐狸吧,狐狸都非这样问我们。 那么小家伙会是狐狸吗? 不是狐狸。 唯一跟狐狸比较接近的地方就是尾巴。 尾巴它确实是比较像狐狸。 但它嘴巴啊,爪子啊,还有那个头啊,这都不像狐狸。 另外,大多数的野生动物身上都有一股山味,狐狸的气味是比较浓的。 而这个小东西身上却并没有什么难闻的气氛,反而它还很爱干净,时常像猫一样舔势清洁自己的毛。 这样看来,小家伙确实不太像是狐狸,那么它又会是什么呢? 慢慢的小家伙长大了,它的体型让大家联想到了一种动物。 看它的体型的外貌的体重啊,形态啊,有点像果子梨啊。 果子梨在宜春有着广泛分布。 然而,果子梨的毛色都是黄灰褐色,额头至鼻梁有一条明显的四带。 然而,这个小家伙却是从头到脚一身浅黄颜色的毛。 同时,果子梨最爱的食物是水果,而小家伙却更爱吃肉,这都与果子梨有着很大区别。 宜春地处江西西北部,竟然以丘陵山地为主,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非常多。 是野保站的工作人员查阅了动物图谱,将小家伙与当地像类似的野生动物进行了比赛。 却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对得上的。 它似乎和很多种动物都有一点想象,却又和谁都不完全想象,这可拦住了大家。 小家伙会是变异的或是杂交的动物吗? 动物园里游客们天天都在问小家伙究竟是什么,曾长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从此,小家伙有了一个名字,六不像。 渐渐地大家开始传言,这小家伙其实是个怪胎,这会是真的吗? 不久,宜春市动物园里养了只稀罕动物的消息传了出去,不少人慕名而来,开出高价,要将小家伙买走。 在他说价钱方面,就是讲一说,叫我们说多少钱他们都愿意吧。 然而,林业局和动物园一一拒绝了这些人。 我们考虑到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是,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物种,目前这个也是唯一一拒绝,就是说价钱带高,我们也就是不不起把它处理掉。 一晃十年过去了,小家伙早已长大。 曾长发常会一个人站在这个自己养了十年的小家伙龙前。 他真想知道,面前的这个小家伙到底是什么动物? 他真的会是一个小怪胎吗? 我们动物现在大部分都是有成对的,有些是群体的,唯有这个动物现在还是一只。 我们想过要自己给它找个爸吗? 想过这个东西,但是不一定能找得到。 那肯定如果能找到,跟他找到伴,那肯定要对以后,如果是能配上对,那当然更好。 这些年,宜春市林业局曾多次将小家伙的照片和资料传到省林业厅及国家林业局,试图为小家伙鉴定种类,然而却一直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复。 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动物,动物园先给它找个伴儿的心愿,也一直没能完成,小家伙就一直这么孤零零的生活着。 然而,就在2008年的一天,市野宝站的彭志军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在宜春市的静安县,又发现了一只奇怪的动物,与动物园里的那只十分相似。 他说,我们发现一个好像你们公园里的一样点,我听得非常高兴,那么我连夜就开车就过去了。 静安县位于宜春市的东北部,与当初小家伙的发现地铜骨县相距一百多公里,这消息会是真的吗? 这就是2008年在静安县山林里发现的那只动物,从当时的几张照片上看,无论是体型还是毛色,它与宜春市动物园里的那个小家伙都几乎一模一样。 你看,哎呀,是一样的,非常,但是我说是一个母的,是最好的。 前后,时隔八年,竟然又发现了这样一只动物,如果它刚好是责性的,就能与动物园中一只雄性的配成一对,甚至有可能进行繁殖。 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感到兴奋不已。 我们动物园里,他们就做了一个新年,他就非常是,私心的,我们就非常高兴。 哎呀,现在应该,现在有个伴了。 然而,大家伙的兴奋劲没能持续多长时间,这只雌性的小家伙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受了很严重的伤,滋养员最终没能把他救活。 这个小家伙非常可惜,伤势太重了,不久了就不治身亡了。 所以说呢,现在动物园的那只呢,依然是孤零零的。 它是十年前啊,在铜骨县被发现的。 而现在这一只呢,也就是08年的这一只啊,是在靖安县被发现的。 两地相距是一百多公里,但都属于是九岭山脉。 这个山一大了,没准就会出现什么奇特的野生动物。 但是呢,前后八年的时间,有两只类似的动物都被人们抓住了。 这说明什么呢? 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也许就在这个山里头,会有着这样一群很特殊的族群,甚至说也有可能这是一个物种上的新种呢? 关于这一切呢,我们必须要进行相关的科学鉴定才行。 这个时候可能电视机前的您都会想到,现在分子生物学的基础这么发达,为什么不能给他们进行一个DNA方面的鉴定呢? 宜春学院江西省天然药物活性成分研究重点实验室的陆元华教授,从事的正是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陆教授提出为小家伙做一个DNA的检测,他与同事一起来到宜春市动物园,见到了这个小家伙。 以前这样的动物见的不多,我们希望在分子水平借助现代生物技术的方法,也就是说国际上通行的一个动物分类的一个方法,去给这个动物一个初步的判断。 陆教授询问了一些小家伙的情况,准备为他进行一个体肠测量,然而小家伙像是不明白我们要干什么,不停地在挣扎。 他一口咬住了我们的卷尺,卷尺在小家伙尖利的牙齿和爪子抓咬过后,成了这个样子。 为了保证不伤害到小家伙,我们找来了一个木棍,试图固定住它。 你用棍子折一下大概多长,然后去量棍子。 去动它的时候,它这个前肢后肢都很利索地抓住这个棒子,明显感觉这个动物能够爬树,它能够攀爬。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平时懒洋洋的小家伙,此刻竟如此敏捷和矫健。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取得了一些数据。 小家伙的身长大约为70厘米,尾巴长是40厘米,后腿膝关节到脚趾的长度大约为3.5厘米。 接下来,陆教授从小家伙的身上取了几根毛发,带回实验室。 实验室内,大伙将取回的毛发进行处理,提取它的DNA,测得它的基因序列。 它的遗传物质DNA,它不同的物种,在一些特定的区域或者一些片段,它是有遗传稳定性的。 只要能成功找到这个序列的特征,将之与国际基因库中各个动物物种的基因序列进行比对,就能找到与之近似的或者一样的,这样就能反推出它的鼠种了。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个月时间。 就在等待DNA检测报告的同时,记者找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动物分类学专家冯作剑先生。 在仔细看过我们大区的小家伙的照片和视频之后,冯先生否定了杂交的怪胎一说。 那么,这个这也不像,那也不像的小家伙,到底会是什么呢? 根据行为外貌的特征,就是根据包括耳朵的长短,身体的大小,尾巴的长短,就是外部形态吧,一句话。 初步认为,起码是属于这个灵猫科的动物。 侧面照片里面的那个脸型,我初步判断的是一个,可能是大灵猫。 大灵猫是一种钟情兽类,从体型上看,小家伙确实和它非常接近,然而从皮毛颜色上看,则完全不一样。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有白化的动物是精神有的,特别是在农家里面有很多白化的动物,包括吃草类的,吃肉类的。 你白化允许的话,它可能身体上主要是缺少一种霉,若氨酸霉。 若氨酸霉的缺乏会严重影响黑色素的生成,黑色素一少,白化现象就产生了。 在冯先生看来,小家伙的毛色中带着淡淡的黄,一双眼睛无色透明,发怒时眼球充血,转为淡红色,这都是白化的表现。 然而,这种动物出现过两次,时隔八年,地点还相隔一百多公里,两只动物同时白化,这说得通貌? 就是说,如果在眼外逮着,逮着白化现象的同一种的动物,有那么几个也并不奇怪。 白化的动物呢,它从事还可以遗传的,而且它有一定的低益性。 白化现象在一定区域内发生,并且可以遗传,这正好符合一个事实,先后出现的两只动物来自同一个山脉,在其他地区则没有发现。 不久,陆教授所做的DNA检测报告结果出来了,小家伙真的会是白化的大灵猫吗? 结果显示,小家伙的DNA序列与大灵猫的相似程度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然而,与果子梨的相似程度却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 一个相似率百分之九十九啊,一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啊,等等吧,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初步作为一个参考。 但是要想上更绝对的结论,最后还是等待,将来有更多的机会,起码有一点。 原来小家伙是一只白化的灵猫科动物,灵猫科动物的寿命一般在十五年左右,如此看来,小家伙已经进入到他的老年期了,我们希望小家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 冯教授认为呢,从长相等各个方面来看呢,他应该是一个白化的灵猫,但是呢,像陆教授呢, 做了基础性的一些分子生物学的鉴定,认为呢,他恐怕还是更加接近于果子里。 当然我们说百分之九十九相似啊,和百分之百相似,它是有很大区别的。 就像我们说呢,在做这个鉴定的过程当中,人们就发现呢,我们人和大猩猩的相似程度啊,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啊, 也就是说你别看可能只有零点几,一点几,二点几的差距,但是呢,就决定了两个不同的生物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可能您也期盼着我们能够把这个鉴定这方面的工作呢,再深入一步。 但说真的啊,作为一个电视栏目组啊,这个费用实在是太高了,目前我们还支付不起。 因此呢,也希望啊,电视机前有条件来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人呢,能够共同加入到这场讨论当中。 也希望呢,电视机前啊,见多识广的朋友能够提供一些更多的参考,如果这真是一个新种的话,我们千万不要让他自己一个人孤老终生在动物园当中。 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科教频道。 高空坠落,命拳两米长的钢筋上。 当时我所有的就算是转身的下跪。 面对如此复杂的贯穿上。 心里都没有底,不知道他到底死伤到什么程度。 医生们能否取出他体内的钢筋,如何挽救他的生命? 敬请收看《斗星科学》《钢筋上的生命》。